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会背 来 老公游外衣要供什么 榴莲 你们都会背的嘛 意志不够坚定 供巴拉 硬的 所以但是什么水果 你都要供养 火气大 供西瓜 杨桃 你要针对水果的特质 味道去供养 身体寒冷 供龙眼 对不对 这些会上火的 身上会有热气的 所以各种的都要供养 好 喜欢不吃食物的人 力大无穷 长寿 别人很喜欢你 因为你弄好吃 给别人吃 别人高兴 所以别人很喜欢你 再来口才好 便才好 生命安稳 所以各位 多供好吃的食物 特别素食 供养大众 好不好 听说大陆上有很多羽化斋 香港也有 台湾也有 免费供养素食 然后各位以后看到 下回参加法会 只找这么多上司来 都买一些好吃的巧克力来 供养 好吃的糖果 出家人没什么快乐 唯一的快乐就吃吃就算了 设得饱吃一个好吃的 就已经不错了 没办法 但是这个就代表 让众生欢喜 让三宝欢喜 好吃的很重要 好 回向上供下施 焉供功德 供养出家僧人功德 佛权大供养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然后有黄色的也要去布施了 黄色的也要放下去 放我们就用武斋了 便当来了没有 黄色的现在去布施一下 来 我们也念七遍 念七遍 为众生三共三宝 六道有情 同享功德 念一下 念一下 来 居士请起立 面对消灾 早上回向 等一下我们法会 下午圆满了 再回向 不断的回向 来 愿献士者 家中父母 六亲眷属 所有病苦者 业障者 个人家庭事业 所有修行道业 无有障碍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藏心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无需 大家面对往生排位 法会功德 上供下施 焉供药供养生且 所有功德 回向地狱道有情 恶鬼道有情 动物往生有情 个人累劫累世 父母祖先 欺世父母 冤亲在族 现场所写 往生排位 个人身上 业力在族 同享功德 你来观想 嗡阿虹 他们都得到 来 嗡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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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向地 一起念 愿神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物无身 不退 菩萨为伴侣 问世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 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2月20号 大年初五星期二 佛陀神变节 1月1号至1月14号 神变月功德日 扇行与二行程 一万兆备 上午十点 树林菩提讲堂 心灵讲座 点万灯 共万水 祭护生法会 联络电话 02-2688-5088 敬邀十方大德 勇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举办2018年 最新布丹旅游行程 宫勤海淘法师领众 日期107年5月14号星期一 至107年5月29号星期二 共16日 行程安排 走访喜马拉雅山脉中 雷龙的故乡 体验不单的单纯与非凡 独特 古老 清净纯洁的稀有国度 参访莲花生大使 农亲八孙者 被马林八福障师 所留下的销行圣机 和众多神圣的寺庙 到雷花生大使 闭关的煽动朝圣 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等待您来亲自体会哦 详细行程请洽 台北生命道场 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传真 02-2558-6600 02-2558-6600 海涛法师慈悲智业 德国慈悲协会举办 欧洲德国慈悲禅修营 唤起内心的慈悲 体悟佛陀慈悲本怀 探索自己身心世界 海涛法师慈悲智业 将于2018年暑假 与德国举办国际慈悲禅修营 让旅居海外的青年学子 能有机会学习禅修 体验慈悲的力量 学习以慈悲心 去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 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将因您的慈悲涌现而改变 本自营队特别安排在 汉诺威市区 位于火车站旁 交通方便 欢迎信众 踊跃来参加慈悲柴修营 一起唤起我们内心的慈悲种子 日期2018年7月6日起 至7月16日止 即11日 请于7月6日中午12点前报道 7月16日至22日 将安排深入德国慈悲之旅 动态营 欢迎自由报名 露营区地址如下 参加资格 凡年满15岁以上 60岁以下 无故己之身心健全 行为端正 怀着大慈悲 祈求开悟者 以及愿意服从指导学习 亲近出家戒律 为遗者 均可报名 经审查面试通过后 将寄发审核通知书 安排报道时间 报名方式 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fetv.net at msa.highnet.net 或洽询下列单位 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欲参加者请尽速报名 统一会诊 寄回秘书处审核 海童法师慈悲置业秘书处 电话 加886-3989-9319 地址 台湾宜兰县 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 Line ID Live TV413 微信 WeChun ID Live TV553 名称 慈悲置业海外联络 台北生命道场 加886-22550-9900 道路联络电话 加86-137-6459-9696 大陆电子信箱 310-338-730 at-qq.com 马来西亚海淘法师办公室 加606-431-0719 加6011-1063-6066 Line ID 海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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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Chun ID My Master 海淘 德国慈悲协会 苏师兄 加49-176-9973-6895 苏师兄大陆手机和微信同步 加86-136-0085-4873 阿喜师兄 加49-172-538-7001 德国电子信箱 compassiongermily atgmx.ge 费用500欧元 净态营住宿及三餐 不含各国来回机票 机场接送及动态营兑费用 录取通知 已经审核录取 通知书随即即发 学员收到后即可提早订机位 并依通知书内容 携带硬备物品 海清 漫衣 准时报道 活动观察期 为使学员适应体验营生活 活动期间前五日为观察适应期 学员如有适应不良情形 得经开会决议后 予以安排退营返家 周末开放性课程 不限人数和年龄 欢迎随喜参加 欧洲当地华人 参加全程活动 不限年龄 海涛法师慈悲志业 及德国慈悲协会主办 狐狸与猎人爸爸 阿吉是学佛之人 每个星期 他都会宣说一些佛教的故事 借此感化众人 和他一起放生互生 达到教化大家 行善积德之功效 有一位名叫王宝的孝子 他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 昏迷不醒 他听人说 只有天鹅蛋 才能治好这种病 于是 王宝便到处寻找天鹅蛋 各当他历尽千辛万苦 找到天鹅蛋时 却发现 天鹅正在亲密地 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王宝不忍心拿走天鹅蛋 却又着急想救母亲 一时间急火攻心 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 当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天鹅送来了一株草药 于是王宝便用这株草药 救活了母亲 这真是善有善报啊 心善的人一定是会得到福报的 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 现实中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天鹅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 这怎么可能啊 动物怎么会说话 鸟兽真的是会说话的 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 也有亲情 只是大多数人不懂它们的话 也不懂它们之间的情谊罢了 是啊 阿吉不是说过吗 世间的万物都是有灵性 有情感的吗 阿吉 别人不了解你啊 我可是了解你的 你的父亲曾经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 你一直在教导我们 护生放生 而你的父亲 曾经一直在做着杀生的事情啊 阿吉 这是真的吗 你的父亲 真的是一位猎人吗 没错 我的父亲 过去的确是一位猎人 天啊 阿吉 你不是一直说 善恶有报吗 你的父亲 杀害了那么多的生灵 是不是会遭到果报啊 是啊 阿吉 你的父亲是一位猎人 而你却一直坚持放生 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啊 我的父亲 已经很多年不打猎了 现在 他也和我一起放生呢 真的吗 阿吉 我想 你的父亲 一定是被你感化了吧 不 我父亲打猎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孩子 那时候的我 还没接触佛法 感化我父亲的是一只狐狸 一只狐狸 这怎么可能啊 狐狸怎么会感化猎人呢 阿吉 你不会又再说 虚幻的传说故事吧 这不是故事 而是真真实实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那时候 我只有十岁左右 和爷爷奶奶 一起住在山脚下 而我的父亲 则经常上山打猎 有时 一天能打回来 好几只野鸡 山兔 你怎么又上山打猎了 我们祖祖辈辈 住在这里 山林里的动物 都是我们的邻居 你怎么能 这样伤害他们啊 嗨 好了 妈 你和他们是邻居 他们自然 要来给你送着 见面礼啊 这只野兔 就是见面礼 今天晚上 炖了吃吧 唉 这只野兔 还没长大 真是作孽啊 好可怜的小兔子啊 家里人 对我父亲的行为 非常不满 但父亲为人 性格暴躁 谁的话 也听不进去 为了保护山林里 那些可怜的小动物 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 用熊黄 偷偷代替 父亲猎枪里的火药 那样 他就没办法 将猎枪里的子弹 发射出去了 我生神打猎 今晚 你们就等着吃一顿 丰盛的饭菜吧 老头子 怎么样 你把他枪里的火药 给换了吗 换了换了 都换了 我和爷爷一起换的 奶奶 你就放心好了 爸爸今天 绝对打不到猎物的 好棒的 阿杰 我们不能让你爸爸 再猎杀那些 可怜的小动物了 唉 我们这样做 也只是暂时的 他不可能看不出 自己的枪 被人动了手脚 要想真正让山林里的 小动物 免遭杀戮 还是得彻底改变 他的想法 唉 这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他哪里愿意 听我们的话 今天晚上的下酒菜 又有了 这 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卡蛋呢 熊黄 好浓的熊黄味 他们一定是用熊黄 当火药 给我换掉了 真可恶 今天没法打猎了 唉 你们看看 这谁做的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 害得我今天 什么猎物都没打到 哼 说 阿杰 是不是你做的 啊 我看这肯定是卖火药的人 呃 用熊黄来造假 这种事 阿杰 是不会做的 哼 到底是实在造假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哼 竟然用熊黄代替火药来骗我 我绝饶不了他 我非要弄清楚不可 啊 呃 要是爸爸知道是我做的 那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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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父亲那句非要弄清楚 一定是在针对我 他脾气那么坏 要是知道 是我给他换了火药 这怎么得了 或许是因为过于害怕 当天晚上 我竟然莫名其妙地 发起了高烧 天哪 体温竟然高到了四十度 这样下去可不行 医生 麻烦你赶快想想办法 救救我的孙子吧 算你们走运 我这里 正好还有一些退烧药 这种药 可是最好的药了 谢天谢地 我孙子又救了 然而 这些药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开始出现了昏厥 有时还胡言乱语 医生给我吃了很多药 但依旧高烧不退 真是怪了 这孩子吃了这么多药 怎么一点点好转也没有啊 要是再不退烧的话 可就危险了 这都是因为你成天打猎 杀生造的业 要是这孩子活不成了 你就用枪把我一起打死算了 妈 你别生气了 阿基的病 和我打猎 没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 你打杀了那么多生灵 他们一定是找上门寻仇来了 好了妈 那我以后不打猎了 可以了吗 然而 父亲他只是在敷衍奶奶 在我病刚好的时候 他又要拿着猎枪 进山林打猎去 你不是说 你以后不打猎了吗 阿基大病了一场 花了不少钱呢 我要多打几只猎物卖掉 把钱赚回来啊 哎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放弃打猎啊 今天竟然什么猎物都没看到 不会空手回去吧 我还从来没有空手下过山呢 哦 哈哈 看来今天不会空手下山了 听声音 里面应该有动物的 哎呀 狐狸 真棒 有狐狸 啊 啊 这是 怎么回事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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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什么情形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猎 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事情 他 他竟然 在流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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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 是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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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终于懂了 那只狐狸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选择了把死亡留给自己 真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母爱呀 而我的父亲 也就是从那天起 就再也没上山打过猎 因为他自己说 每当他举起猎枪的时候 总会想起那只伟大的狐狸母亲 嗯 真没想到 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狐狸妈妈 阿杰 如果这不是你的亲身经历 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故事里呢